政府在今年1月1日正式在十四范围落实禁烟令 原来这项禁令才上路开跑一个星期 目前也已经有这个烟民开始抱怨说 政府禁烟但是又不设立西烟区 实在对烟民们有无所不公平 对此卫生部长祖基菲里今天就有回应说 烟民们的声音呢他们是有听见的 也已经带入内阁讨论 那卫生部将会跟房屋与地方政府部合作 未来在全国的公共场所设立西烟专用区 为了尊重证据全国人口20%的烟民 房地部长组莱达今天表示 政府将会拨出100万令吉给地方政府 在全国公共场所包括商业区设立西烟专用区 PBT可以设计他们建设立一个超级烟河河河河 外面的餐厅 最近三米之间 尤其是用咖啡咖啡咖啡 如果14业者打算在餐馆三公尺外的范围 设立西烟区的话 祖莱达说那没问题 不过业者必须自费 还要先得到地方政府的批准 并且遵守地方政府的指南 另一边向卫生部长祖基菲里今天在南湖镇车站 乘搭电动火车到吉隆坡中环车站 向乘客讲解和宣传禁烟醒觉运动的意义 强调卫生部严厉执法的用意并不是要反烟民 而是为了大众的健康着想 他也在稍后的记者会上指出 禁烟令开跑满一个星期 卫生部已经开出2617张的法单 其中有136张法单是开给未成年烟民